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花三十万买刘建明价值七十万的房子 但房子的户主已经不是刘建明 他已经把房子脱手卖出去了 这就表示刘建明骗了他三十万 秦冉慌了 连忙给刘建明打电话 电话那头却响起个女人的声音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核对后再拨 三月的天气已经很温暖 秦冉却觉得冷得瑟瑟发抖 刘建明是秦冉的前夫 两人结婚七年 有个五岁的女儿 秦冉比刘建明小八岁 他没什么学历 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出来打工 那时候秦冉在美甲店给人当学徒 有一次下班晚 在一家小面馆吃面的时候 被人扒钱包 恰巧被在店里吃面的刘建明看见 帮他保住了钱包 刘建明在美甲店不远处的工地干活 就这样 一来二去的两人就好上了 促使秦冉愿意嫁给刘建明的原因是 他在县城里有套房子 这对于学历不高 收入不高的秦冉来说 极具诱惑 因为这已经是他能找到的相对条件比较好的了 至少他有套房子 或许是太年轻 秦冉看事情比较片面 结婚后 秦冉才真正算了解刘建明 县城这套房子是他的没错 但都是靠乡下征收田地有钱后买的 实际上 买了房子后一穷二白 而且 刘建明这个人有些好吃懒做 工地上有活 经常不去 稍微口袋里有点钱 就会和一些狐朋狗友出去吃喝 秦冉劝他把钱攒着 以后生了孩子都用得着 刘建明不听 觉得做人就应该今日有酒今日醉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秦冉劝不住 只奢望等有了孩子后 他能有所改变 但一个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奢望他能改变 简直是痴人说梦 即使有了孩子 刘建明也一点没变 该吃吃 该喝喝 孩子也不管 全部丢给秦冉 彼时 秦冉所在的美甲店老板娘 因为想去大城市发展 有意要转让店铺 秦冉觉得是一个好机会 她没什么学历 好的工作找不到 自己也胜任不了 可美甲店不一样 她在店里做了几年 基本流程和管理店铺都懂 如果能接手过来 好好干 比上班有前途 老板娘人也好 看在秦冉在店里做了几年的份上 十万块钱转让给她 但秦冉拿不出那么多钱 老板娘也同意她每月付款 这减轻秦冉很多压力 那时候 美甲店的生意说不上多好 但也不算特别差 秦冉很珍惜这次机会 就指望着这个美甲店翻身 她带着孩子 每天早出晚归的忙活 这个美甲店 终于在她的努力下 美甲店的生意 渐渐好了起来 秦冉看到了美甲店 未来的发展趋势 便想趁着这个时候 把美甲店扩张 刘建明却不同意 她觉得现在就挺好 与其花钱扩张 不如把那些钱留着花 秦冉没有听她的 因为她知道 就算把钱留下来 也留不住 迟早要被刘建明花掉 与其这样 还不如把钱投入到店里 两人发展理念的不同 也让秦冉深刻的意识到 她和刘建明 终究不是一路人 看着刘建明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干活 三步五时的 跟酒肉朋友相聚 这哪里像是过日子的人 有她和没有她 又有什么区别 她动了离婚的念头 但那时候 秦冉也只是想一想 并没有做出行动 后来发生的事 才真正促使秦冉决定离婚 刘建明跟酒肉朋友待一起后 不知怎的就沾染上了赌博 还输了蛮多钱 没有钱赌的时候 刘建明就会问秦冉要 秦冉烦不甚烦 一气之下提出离婚 两人的钱是各管各的 这些年 刘建明根本就不往家里拿钱 所以财产没什么好分的 至于孩子 刘建明现在的经济状况 根本养不起 所以他并没有征孩子的抚养权 两人的婚 离得还算顺利 领了离婚证后 刘建明良心发现 知道秦冉没有房子 提出把他名下的这套 价值七十万的房子 三十万卖给他 他带着孩子 也好有个着落 秦冉有一丝丝感动 这说明刘建明还不是那么没有责任心 然而 这一丝丝的感动 随着秦冉去给房子办过户手续 消失殆尽 他怎么都想不到 刘建明居然会算计他 秦冉知道被骗后 一遍遍的拨打刘建明的电话 希望能联系上他 可电话里 却永远都是那一句话 他又跑回刘建明老家 前公公婆婆 不知道他们两人已经离婚 知道刘建明的所作所为后 气得大骂 秦冉有些奇怪 钱婆婆不是特别喜欢他 两人离婚了 不应该反应这么大 知道从钱婆婆这里 得不到刘建明的消息后 秦冉就离开了 他不知道刘建明还能去哪 他找遍了他的狐朋狗友 刘建明却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找不到他的踪影 另一边 房子的买家 却不会给秦冉时间 他们献秦冉在一周内要搬出去 气得秦冉忍不住 将刘建明骂了几百遍 他想碰碰运气 又悄悄地反身回到他老家 果然 看见刘建明在家里 他就说 钱婆婆的态度不对劲 一看到刘建明 秦冉按耐不住冲了上去 刘建明看见他还想跑 秦冉抓住他的衣服不松手 向他讨要三十万 刘建明却打哈哈 说根本没收到他什么钱 两人已经离婚 让他不要再纠缠 记得秦冉 直接对他上手就挠 钱婆婆看见了 从屋子里冲出来 一把将秦冉推倒在地上 你这女人下手真狠 一日夫妻百日恩 就算离婚了 好歹曾经是夫妻 你可真舍得下手 我狠 你不看刘建明 对我做了什么 他骗我三十万 他没有良心 钱婆婆似乎也知道房子的事情 但他只会偏袒刘建明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儿什么时候骗你三十万 是你们离婚了 你自愿给他的 刘建明在一旁复合 就是 哪有自愿给的 又要回去的道理 我知道你没假电赚钱了 我没有要求你分财产 就不错了 秦冉没有想到 钱婆婆一家这么不要脸 黑白颠倒 眼看三十万要回无望 他气得破口大骂 扬言不把钱还回来 就报警 刘建明不为所动 还放话说 要报警 你就报警去 我看 谁会管别人的家事 刘建明啊 你太没良心了 秦冉再也忍不住 冲上去 对着刘建明就打 可他根本不是刘建明 和钱婆婆的对手 两人看他发疯似的狠样 没有被吓到 反而吓手越来越重 大友不把秦冉打服 不罢休的狠劲 好在被邻居看到 大家纷纷过来劝架 钱婆婆和刘建明 看有人出来说话 这才停止动手 秦冉似乎找到了发泄口 诉说刘建明欺骗他的行为 然而村子里的人大有看热闹的嫌疑 未必真正会有人管你死活 而且秦冉这个做法 只会给刘建明倒打一耙的机会 秦冉只会什么都捞不着 秦冉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挂着眼泪 内心愤愤不平地离开 他心里不甘心 那可是三十万 他怎么甘心就这么打了水漂 心里委屈的他找不到人倾诉 刚好要给前美甲店的老板娘汇款 忍不住跟他诉说了几句 结果美甲店老板娘的话 让他眼前一亮 老板娘告诉他 刘建明这个行为已经属实欺诈 可以去告他的 秦冉想起刘建明说的话 这算是夫妻间的家事 警察也不会管 而且他什么都不懂 只怕到时候会被刘建明倒打一耙 老板娘建议他自己花钱请个律师 帮他办这个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秦冉一拍大腿 是啊 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个事呢 有了律师的帮助 事情很快得以圆满解决 刘建明卖房给秦冉的行为 数额巨大 已经属于欺诈 他不仅要把钱退回来 还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秦冉庆幸听了老板娘的话 找了律师 要不然他就要被刘建明骗了 刘建明以为 他把秦冉误导 把事情说成是夫妻之间的矛盾 就可以让秦冉对这件事作罢 他好白得几十万 殊不知 就算是夫妻 这样的行为也是违法的 拿着失而复得的钱 秦冉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当初 他看中刘建明在县城有套房子 不顾他大自己八岁嫁给他 根本没有好好了解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稀里糊涂的就嫁了 婚后也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 反而是他自己 一直在婚姻里努力着 好不容易挣了点钱 又差点折在刘建明手里 事实证明 女人这一生 谁都靠不住 你看中别人资产的同时 别人也在算计你 以前是他年轻不懂 现在他都明白过来了 经历过这一次 他不会再轻易相信 容易得到手的东西 因为越是容易得到手的东西 要付出的代价越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